从空拍画面中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断吞噬这辆油罐车 营远还可以看到车体已经变形 消防水柱也持续从四面八方灌旧 那么这里是美国德州靠近达拉斯城镇迪索托市 当地时间周五下午四点左右 油罐车在路上起火 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大 幸好驾驶及时逃掉 但油罐车容颁5000加轮 换算下来有将近1.9万公升这么多 就怕火势难受控 甚至波及到民宅 因此附近居民立刻就被当局疏散 可以看到消防人员用水柱猛灌 当中还特别混合泡沫来灭火 主要是因为如果单纯用水的话 对毅然议题来说比较没有太大的作用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 他们的策略就是在可控制的条件下 让火势继续烧完 最后经过大约两个小时 火势终于被扑灭 居民也陆续获准返家 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这辆油罐车 当下在没有撞上其他车辆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突然起火 当局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